引申在桃園市平鎮区的巷弄里 充满艺术气息的咖啡店 店内墙上挂满文艺作品 仿佛来到美术馆 这正是福冠雄所创立的艺术咖啡店 将部队专长学以致用 延续文艺的感动与力量 我从小就很喜欢画画 什么都可以画 什么都喜欢画 然后在国小四年级的时候 偶然看到幼稚园和第一年级 就是一年级和二年级的 学弟学妹画的画 让我非常的感动 就是很真 很原创 很可爱 然后那时候我就曾经问自己说 如果我长大可以跟一群小孩子一起 我教他们画画就好了 所以我退伍之后 开了一个咖啡画室工作室 让小朋友到我这边来学习 学艺术的小孩不会变坏 傅冠雄认为 创作是一个自我启发 疗愈的过程 且从小受艺术影响 能深刻感受创作为人生带来的正能量 我们从学校教育 就是我们念真山学校艺术系 跟一般大学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什么 每一种 我们都要学 包含我们的西画 中画 雕塑 那西画的部分 我们水彩 油画 我们素描 我们都要会 然后中画的部分呢 水墨 因为我教学的方式是多元媒材 也就是说我所有的媒材 我都会运用的上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的课程又可以结合泼墨 也可以结合一些小动物 来画水墨 让小朋友可以在渲染泼墨里面 中西河壁 结合起来玩乐 玩到不一样的创意 富冠雄认为 教育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免费开班授课 教导孩童书法 甚至不计成本 给予学生最好的职员 工作之余也投入义卖活动 将画作所得 全数捐出 是心善养爱的表现 我们在教学的过程里面 自己也会获得相当多的养分 然后在获得养分的同时 也变成自己创作的一部分 然后也可以把自己创作的地方 再循环回来 再交给学生 去启发他们 我希望我可以有 源源不绝的灵感 体力和时间 可以让我一直寄情 在创作的领域里面